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凡事返求诸己 多替他人着想胜于自己 就是所谓的成熟 静坐时能内省自救 闲谈时不要贪人之非 内省不救则安 祸最大莫过于贪 罪最大莫过于贪人之非呀 学做先佛 学修养 就是要有一个韧性 韧度 韧这个字 一边是格子 也就是要洗心格面 另一边是刀子 就是要快刀斩断该斩的 如果你的人生处世哲学 把这韧度 韧性学得好 你做什么事都会成功的 你们现在是在存无形的钱 知道吗 已经在礼天开户了 既然开了户 就要把无形的钱存进去哦 无形的钱要如何存呢 不一定要在佛堂才能行功利得 你今天对人说了一句好话 给人一个方便 给人一个小小的帮助 都是功德一件 在生活之中都可以行道 都可以把道好好的发挥 知道吗 无怨无过就是功德 要无怨无过就能无悔 这就是功德 但是你执着功德就没有功德 所以修道不可以有功德相 要去掉功德相 才是真功德 能处处给人希望 就是有功德 不是你在佛堂做了多少的事 才叫有功德 功德 功德是随时给人希望 当我们真心不识时 就好像将左手的花交到右手一样 诗来诗去都是在自己的手上 越不识时 心量就越广 这才是施舍的真正含义 不管是哪种不识 只要你有心都是很好的不识 你们说心要如何不识呢 只要你们的心纯正 没有污染 没有偏见 这就是一种心的不识 因为你的心正了 就不会制造心灵垃圾 也是一种内在功德 还有 面带微笑 带给别人快乐 自己也快乐 就是念的不识 尽量以鼓励代替苛责 尽量讲好话 不要批评别人 则是严的不识 以身作则 去推动别人行善 看到别人有难 就去扶持他 身不识 这就是心 面 言身 四种不识 当你处在顺利环境之中时 都要能怀着反省的心 没有 等等 figalar 死亡